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早上工程车大概是在9点21到28分之间滑落铁轨 致命的7分钟里 李逸祥人在哪里 他到底知不知道车子滑落铁轨呢 李文 他似乎是没有市警 没有报案 也没有去救人 事实上已经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说 事发当时李逸祥人的确是在现场的 那至于他在现场为什么他所做的动作 跟一般正常人都不一样 是不是有所隐瞒 那事后他也都没有说实话 是不是也有说谎的嫌疑 那我们现在访问到了两位当时李逸祥 他呢打电话去请吊车来把衰落的工程车调走 那这两位吊车的司机跟大家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形 所以你们是超过中午几点接到讯息 说十点左右吧 十点左右 十点左右接到讯息就马上处犯 那你们知道接到讯息的时候知道什么事情吗 厂商是说他的那个工程车滑落到铁轨那边撞到火车 所以是厂商 工程车的厂商联络你们的 对对对 阳台叫不动就要支援 用大台的 知道他们原本在这边都是在做什么工作 今天他们是要做什么工作 今天我们不晓得 之前是都做那个民隧道 民隧道现在做好了 可能在搬运什么东西吧 我们不晓得 为什么会车子会滚下去你们有了解吗 听说是刹车问题 听说是刹车问题 是厂商那边说的吗 是外面听人家讲的 看来其实非常诡异的是林逸祥人在现场 但是为什么事故发生了以后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的第一通电话也可能是唯一的一通电话 居然是打电话吊车来把他们的工程车吊走呢 我们带给大家来回顾一下 林逸祥是不是说谎 因为呢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有公布过 当时有铁道迷在那边拍照 所以拍到了当时发生的状况的时候呢 工程车本来是停放在这里的 结果从这上面摔拉摔拉摔拉摔下来 大概有20公尺的这个斜坡 然后呢这个火车经过的时候撞到 然后呢到隧道里面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故 那工程车本来停在这边的时候还被派到 车门居然是打开的 是谁去开了车门想干嘛呢 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表呢 就是在8点50分的时候 李逸祥就已经开了他自己的工程车 抵达工地的现场 所以并不是像一开始大家以为说工程车是摆在那边 因为停工了放假了 不是是李逸祥开到现场去 然后呢9点13分的时候还有自强号安全的通过 因为有铁道迷拍到了 到了9月19号的时候呢 9点19分的时候呢台中的民众就拍到工程车停放在公寮前面的 这时候车门是打开的哦 车门是打开的 9点21分的时候工程车还是停在那边 那后来大家就知道 后来就摔下来 9点28分的时候 泰鲁格号撞上了是悲剧的开始 那一刹那间 所以呢这7分钟10顿 重达10顿的工程车居然掉落铁轨了 为什么会掉落铁轨 李逸祥那时候在干嘛 那掉落铁轨了以后 他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紧急处理的动作呢 他当时在想什么 他当时在做什么 还有人说啊 因为李逸祥呢跟检教讲说 他是去巡视工地的 他并没有违反台铁的规定 在放假的时候去那边偷偷的施工抢工 但这是事实吗 后来我们看到的也被拍到 就是说李逸祥呢 在当天早上11点多的时候 台铁花莲工程段的施工主任 熊主任有到了现场 所以他们两个到底在谈什么呢 为什么熊主任到现场 那是李逸祥打电话通知他来的吗 那李逸祥为什么第一时间 居然是通知熊主任来 是想干嘛呢 好 那这个周刊呢 也从他们的这个群组 就他负责这个编波设施工程 他们有一个群组跟台铁啊 还有他们的这个负责承报的包商 包括李逸祥在内 那从这个群组里头呢 看出一些端倪 就是说第一个 承办的官员的确有在廉价之前 就有交代李逸祥 你们从4月2号到5号这个廉价 期间是不得施工的 好 这个讯息是很清楚的 不可以施工 那么李逸祥隔天的一早 我们刚刚讲的 居然在8点50分的时候 就跑到工地去了 干嘛呢 那也可以从里面 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说 是不是在利用工程车 掉币级怪手 掉挂大型器具的时候 因为操作失误或缸缆松脱 所以呢这个重型的器具呢 就重重的摔落地面 而工程车被这么一震 整个车子就开始滑动 而往边坡滑落 造成这一起的事故呢 好 9点28分是发生事故的这个时间 我们来看到119所接受到的 报案的电话里面 有没有李逸祥的电话呢 从9点31分 三线电话就已经全满了 都是乘客打电话求救 当时接收到了8通电话 9点35分警局转报 才知道说意外的地点 原来是在清水隧道 而启动了大量的 伤患紧急救援机制 这是119的电话 110的电话也接到了21通 那当时报案的时候 是到9点34分也差不多 这边是9点35分 这边是9点34分 才确定发生事故的地点 因为可能在车上的乘客 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 好 不管怎么样 总共加起来 接到了29通的电话 通通都是乘客打的 换句话说 这中间没有1通 是李逸祥打的 李逸祥你本人就在现场 而且工程车滑落的时候 你根本在7分钟前 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紧急救难通知的动作都没有 发生事故了以后 难道你冷血旁观 还是说你在想要怎么样撒谎 还是说你要在想怎么样的串供吗 你只想到的是怎么自保 而在这个时刻 你的动作已经变成全部的人想要知道的 还有李逸祥当天到现场究竟做什么 像他说的只是去巡视而已吗 没有任何的操作吗 没有任何的操作难道你眼睁睁的看了一个这么大的工程车滑动了 你都没有采取任何的动作吗 相信大家都没有办法相信 除非李逸祥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工程车滑落 否则他只要能够提早一分钟两分钟通知台铁 那么只要让列车在16秒之前知道有这样的意外 踩刹车16秒 这一起事故意外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他到底知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打电话呢 问题是他目前为止似乎有很多说法都被揭穿 我们就要来看到最新的画面 泰鲁阁号脱轨意外第一天的空拍现场就看到很多的轮胎哦 据说是施工后期需要使用的缓充电 但是你看到其实呢 监视器画面看到疑似就是案发当天酿货的工程车 早上从驿城工程行出发 大约9点抵达工地 而这个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后车斗上是载满了轮胎 甚至是副驾驶坐 疑似是有人坐 如果这一路跟到事发的地点 李翔说啊 这个独自一个人到工地巡视 这说法看起来恐怕是有很大的出入 他到底为什么载了这么多轮胎到现场 这恐怕都是接下来必须要来厘清的关键重点了 好 就在这个出事的当天 其实有人注意到的这个告示牌 其实呢 是透露出了不少多的不少的端倪 好 首先来看到这施工的是一个台 这个铁路行车安全改善的六年计划 好 再来这个就很眼熟了 建造单位叫做联合大地工程顾问 五份有限公司 为什么说它很眼熟呢 因为在2020年的12月 其实啊 喉童边坡走山的委托顾问 负责检测边坡安全评估的不就是这联合大地吗 曾经有这个出事 而且也承拦很多台铁工程的联合大地 这一次怎么又是它呢 好 再来看到施工的厂商叫做东兴营造有限公司 好 那么为什么李逸祥会是这个东兴营造有限公司的工地主任呢 明明他自己有公司不是吗 显然他是违法来兼任这个工地主任的 甚至有人就说了 是不是他自己的公司的牌照 牌太小了 没有办法来接这个工程 所以是借牌来投标 才会是东兴营造呢 好 再来看到这个就有趣了 施工期间到底什么时候要完工呢 当天被人发现这里有土改的痕迹啊 这里有一个110年的4月20号 这个4这个字明显是经过了土改跟变造的 更可笑的是 它的下面有另外一行小小的字体 这个小字上它没改到耶 它还写的是2021年的1月20号 原来本来是1月20号 应该要完工的吗 怎么在出事当天才被改成了4月20号呢 到底是谁改的呢 是篡改施工日期吗 难道是想要掩饰什么吗 好 再来看到了这工地主任叫做李逸祥 那么当然就很奇怪了 他怎么可以去兼别的公司的工地主任呢 再来有一个这个专任的工程人员叫做杨金郎 杨金郎啊 他原本其实是东西营造的大股东兼董事哦 到了2020年的时候 他才把他的股份啊给转让出去 但是这个工程 他还是兼这个专任的工程人员 我们稍后就会访问他 好 到底呢 这个是这个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土改标示呢 台体有了最新的说法 台体说顾虑工地距离铁道太近了 为了行车安全 曾经要求包商要把每天工18个小时改成4个小时 因此当时就告诉他们说可以展延到5月3号再这个完成也没关系 但是工地的告示牌还来不及更新啊 好没更新就没更新嘛 为什么在出事之后急着要去土改这个标示 那不是也很可笑吗 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个杨金郎啊 专任工程员梁金郎怎么说这件事 因为这个是我机事方面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每一个月第一次去的时候就碰到监造 他就讲说这工程比较大一点 你最好一个月来两次 台铁坦诚包括了监造单位 包括了专案管理单位 包括了花莲公务团 这三个单位都没发现 原来李逸祥他是别的公司的老板负责人 是违法兼任东兴营造的工地主任 要来追究疏失 根据铁路沿线施工行车安全的工作要点 其实施工之前的安全防护设备 必须经过铁道局同意 认为你的安全设施足够之后才开始施工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预防委员了 现在台铁说好像要全部把责任 推给这个益祥工业的这个李益祥吗 可以把所有的责任通通推给他吗 不太可能因为他只是个包商嘛 他怎么得标 他怎么去施工 到整个工地完成 这个工程完成都要在你交通部 在你铁路局的这样一个监督之下 所以如果这个包商出了问题 那就表示你的监督不良 因为没有按照SOP来走 所以当然这个责任是非常大 然后要请教的是 这个局长竟然三个月没有 没有局长 你就知道交通部混得多厉害 你怎么可以没有局长呢 一个单位一个公家单位 如果三个月没有局长的话 就表示这个单位不重要嘛 因为不需要局长嘛 那时候大家就要财策啊 其实从头到尾 我跟你讲每一个都要负责啦 一直到蔡英文都要负责啊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蔡英文在这个普悠玛事件 发生完了一个礼拜之后 就两年半前 他在台中那个所谓铁路高架节用化 第二阶段工程完工启用典礼 讲了非常多的话 其中最重要就讲说 我跟赖清德院长都已经下达指令 针对事故的调查 普悠玛跟台铁的总体检 都要彻底进行 全面找出台铁系统性的缺失 他还讲台铁的改革没有上线 每一件目标 我只接受一个结果 就是改到好为止 台铁要找回以前的荣耀 只能破误承受改革到底 所以这几天有人在带风向说 这跟蔡英文总统无关 我跟你讲 既然你下达命令 针对普悠玛事件 你要对台铁进行总体检 那就表示你要负责 这个事如果你都没有碰 让行政院长去处理 我们比较没话讲 你这里面讲得很清楚 你当然就下达命令 说话就有个总体检的报告出来 这总体检报告出来后 蔡总统你有没有看过 你有没有看过 然后有没有被执行 你有没有追踪 没有嘛 对不对 总体检报告 到行政院院长那边各自 根本没有处理 没有核定 对不对 没有核定 张锦生负责写总体检这个报告 他带专家学者去准备这个东西 他也没有辞职 你搞了三个月出来 写出来总检讨 这么重要一个体检总报告 你竟然可以 行政院长没有核准 然后你还在打混 那个置物也还在打混 你还在淋淋的薪水 如果是我 丢脸 我写的东西 我叫人家写的东西 我负责的东西 上面不理 那我就只有走人了 那还继续干 交通部长呢 林家隆呢 你上来接了 你也不管 你也完全都不管 对不对 这个体检总报告 出来了 院长你又说不批啊 因为我需要所有的部位支持我才能完成了 没有 那院长你为什么不批 你要讲个理由 总统 你要求总体检的报告出来了 院长没有批 你总统要管就管到底 你如果按照宪政的 现在的规定 你管外交国防跟两岸 那没话讲 你自己在公开典礼上公开的讲 你跟参院长都下命令下去了 要检讨 而且要进行总体检 那你现在不负责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从头到尾 都是都有闪失 只要有一个人坚持到底 我跟你讲 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 所以这个工地的事情 不是工地主任 不是一个包商可以负责的 这个一定要追 死了这么多人 你知道吗 BBC我第一次觉得非常丢脸 我几乎都不敢看BBC 其实法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 CNN BBC 全部都有大幅的报道 可是只有BBC 追到今天早上 我起来 还在上面看到 然后前几天BBC 每天有头版头条 头版头条 我告诉你 台湾什么时候 可以上头版头条的消息 而且连续好几天 这个是丢脸丢到 已经是 我告诉你 本来是说 我们是疫情最单纯 最简单 我们疫情做的仿制 做的最好等等 吹牛吹了半天 就这件事情 就必要看清楚说 台湾 你在铁路管理上面 你就是第三流的国家 你就是开发中的国家 就是这样 所以吹牛不用吹了 就是这样子 不过这个李逸祥的公司 他的资本额就只有200万而已 可是他五年之内 竟然拿下了19个工程 就有人发现说 李逸祥其实是2018年开始担任 民进党的花莲县的党代表 到底这和他拿到这么多标案 有关吗 民进党党政啊 是一个能够通关最好的保证 现在才知道原来说 民进党党政 是不是也是能够拿到标案的保证 他如果是国民党党员 标根本拿不到 我猜标一定拿不到啦 而且很快就羁押啦 天朗之别啦 就是颜色第一 颜色最重要 民进党发布声明 说李逸祥因为没交党费 所以被停权中 但他还是民进党的党员吧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汉庭了 像这样子 党员出了这样的事情 难道党主席蔡英文 都不用说来说一句道歉吗 为什么我的党代表 可以拿下这么多标案呢 如果这个人是国民党 不要说他本人 整个国民党会被修理成什么样子 当然这个李逸祥可恶至极 他过去不仅是造假 被判刑的前科 当天的七分钟 不知道在干什么 当天也可能涉嫌违法施工 而且违反了营建法 然后自己来违法兼任工地的主任 这些事情历历在目 你就算不管当天的 当天的 你看他过去有这么多的问题 为什么台铁还要发包 这一个标案给他 然后他还光明正大的是 借牌招标 这明明你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你明明认识李逸祥这个人 然后你一样发包标案给他 那整个的评选委员到底在干嘛 都睡死了吗 还是这些评选委员 就跟当初过去发包给春露 1549万的这些评选委员 都是同样的人嘛 到底你们在审核标案的时候 是不是只看到 因为他有党政 否则为什么蔡英文执政多久 他标案就拿多久 蔡英文没上台之前 他不是民进党党员之前 他什么都没拿到啊 现在说他已经不是民进党党代表 但他拿标案的时候是啊 所以民进党的党主席 当然要出来说句话 这还不是以你总统的身份 你的党代表搞出这种包 出这种事情 党主席上上下 所有具有党身份的人 当然要应该出来说句话 当然要道歉 要为社会大众道歉 所以他个人 当然是罪魁祸首 有极大的责任 台铁在标案的发包跟审查评选 当然也有责任 到底是谁 是你们哪一个交通部门的 比如说是不是什么铁道施工的 这个公务段的段长主任 还是你们铁路局的哪个秘书处 谁来审查这个标案 那么你们审查的过程 是不是只看颜色 而不看公安 不看公安 那么在上一层 到了交通部 民进党现在大家都在谢责说 哎呀那个所谓的体检报告啊 我们都这个书 本来就不用看啊 或者是讲说 哎呀这个体检报告 我们已经解决很多事情了 很多都已经解除列管了 跟大家报告 到底什么叫做解除列管 在这份报告当中 台铁局总体检 所列的这份报告 都说我们很多都已经处理了 好 在当中的第九项 第九项谈的就是说 轨道沿线施工路段 因加强施工相关安全措施 好 就是避免这一次 如果轨道有义务入侵的状态 面对这个事情 面对这个缺失 那么我们的台铁跟交通部怎么说呢 交通部在109年的3月解除列管 就是台铁说 如果有义务入侵 我们就会有一个规则跟办法来处理 然后交通部说 好既然你有这个规则 我们就解除列管 那你解除列管 还是发生这个事情吗 这里面又写到说 好我们要有这个 编坡检测的工程 跟监测的仪器跟工程啊 本来说要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完工 然后交通部一样跟他讲说 好既然你说要做我们就解除列管 所以交通部 民进党现在口口声声告诉大家 对所有的这些报告 我们都有在解决 都有在解决 你解决个 就是你声称有解决 解除列管 实际上你只是让公务人员放松了 不用再写公文了 但实际上这个工程 完全没有落实 完全没有做到 那么蔡英文 身为总统 在这件事情当中 你有没有感到一丝的愧疚跟不安 你有没有反省跟自责 你有没有展现同理心 马来西亚的大学生在台湾 不幸遇到事故伤害 蔡英文总统向马来西亚道歉 台湾五十条人命 你们的这个检查报告 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然后你蔡英文不肯说一句道歉 上上下下 没有一个人说 好我们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 都在卸责 但是蔡英文说 近期相关 觉得大家要负责是什么时候 是她在出席 转型正义的这个记者会 就是在追杀国民党的时候 蔡英文告诉大家说 相关单位要负责 追杀国民党 大家有责任 台湾人民出事了 你们这些人都没责任 恶心让人看不起 既然和您提到了总统 我们就来听一下 其实在2018年 普悠马翻腹意外 造成18名乘客罹难时 当时的蔡总统 曾经有承诺 她说台铁的改革没有上线 她只接受一个结果 就是改到好为止 还说要给东部的民众 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面对台铁累积多年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大招破 用改革来重建社会的信心 希望在这一次的事故发生以后 我们要彻底的检讨 这整个事故发生的原因 跟我们现行的机制上 或者是在设施上的不足 我们希望给我们的东部的民众 跟朋友能够有一条 更安全回家的路 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其实蔡总统不只是2018年 针对台铁曾经发言 在2006年她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她还曾经担任过台铁改革小组的召集人 所以台铁到底有什么问题 难道蔡总统会不知道吗 好我们事实上可以看到 在2018年当时的这个所谓的总体检报告 有提到说要花2.75亿来建制一个 边坡全自动的监视预警系统 而这套系统原本在去年底就应该要完工 为什么延宕至今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署长 因为我们大家都看到 莱猪要进口的时候 政府是二话不说 就直接丢了100亿要作为养猪基金 但是如果说要完成这个边坡的 自动市井的系统 只要花2.75亿的话 这可是有关百姓乘客的安全 为什么到现在这个工程却完成不了 难怪有人问说 难道人命不如来猪吗 刚刚蔡英文讲的话都是X的话 因为哪一次不是这样吗 不管是普悠马也好 不管是飞机掉下来也好 过去所有的事情 他每一次都是 该上香去上香 该举功去举功 然后讲一些好听的话 结果呢通通结果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这一次的事件特别感慨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铁路局的池弟 我到念研究所都还住在铁路局宿舍 那个时候铁路局的员工 不能说昂首阔步吧 最起码都相当被尊敬的 被认为是铁饭丸 金钟指手 那没想到沦落到今天 当然这50条命 还有一百多个人 这个还在医院里面 这个为了这个生命来挣扎 真的是很不适合 那么这里面有好几点可以讲 比方说为什么上一月没有局长 我跟各位报告 如果今天懂铁路的人 没有人想当这个局长 找不到人 真正人才也不是跟他们一伙的 这个民进党 我要先讲一句 民进党是几十年前的事 今天没有民进党 今天只有1450党 这一次一出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1450 就要带风向 就要能够跟苏贞昌 蔡英文能够撇清 哪里有民进党的 那是以前的事情 不然你去问您作水 看现在还没有民进党 是笑话 对不对 那么所以呢 他们现在要找这个局长很难 要么就是像上次 是由这个交通部次长来代理 他根本不懂铁道 要找很难 那么还要跟他们一起 能够混一些 这个吃的喝的 今天的政府就是这样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点 我最反对 在卫福部 陈时中说要 弄一个庄户 我们内政部本来就有 这个爱心庄户 每年有慈善的这个庄户 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所有的事情 都要政府承担的 这个你看高雄那个气暴 那个钱就做什么 所以那个人不要你 现在做监察院长 那个钱拿去什么 本来政府你要拿钱去 负责去控告那些 这个管线的单位 就是拿什么 拿这个善款去做 里面还有去买什么营机啊什么的 乱七八糟的 所以我唯一的建议 那时候在这个高雄气暴 谁做的最好 台积电的慈善基金会 我建议大家把钱捐给 台积电的慈善基金会 所以这个事情啊 很丢脸的什么事情 我们只有看到印度啊 什么那个这个 南非的 非洲的国家 这个千天火车在出事情 只有台湾 所以我们连印度都不如啊 这是丢人丢死了 对不对 那这个还是什么 我们自己是天天在吹嘘 我们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丢人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